捷運站的票卡加值機 是讓乘客可以購買這單程票 加值悠遊卡非常方便 但日前卻被這有心人士利用 當成了洗錢工具 遊民蔡信領隊 帶團是飛往中國 借技跟當地的資源回收業者 專門來購買這50元的瑕疵硬幣 回台灣之後 因為不想要付這銀行7塊錢鑑定費用 竟然從去年到現在呢 跟弟弟總共往這捷運的加值機裡頭 投入超過這5000枚的瑕疵硬幣 經過這警方調查 還發現其中有33枚偽造幣 這兄弟兩人已經處罰 黑色衣服的蔡信男子 走到捷運站票卡加值機前 從背包裡拿出皮夾 掏出50元硬幣 一枚兩枚平民往裡頭塞 兩分鐘後卻走到服務臺 反應加值機功能異常 藉此申請退款 之後加值機內卻被驗出 數量驚人的瑕疵硬幣 蔡信男子用假錢換針錢 日前在捷運江子催戰被逮 警方追查 他的弟弟也是共犯 兄弟兩一共讓加值機吃下了超過 5000多枚瑕疵硬幣 原來蔡信男子是旅行社領隊 他帶團到中國 借機向當地資源回收業者購買 50元瑕疵硬幣 回台灣後 因為去銀行兌現 還需要繳七塊錢鑑定費 兄弟兩才會把歪腦筋 動到捷運站加值機上 不過之後銀行 拒售這些大量生鏽磨損的硬幣 捷運公司察覺有意立刻報警 請同入現金 接近調閱一場價值紀錄 從捷運板橋西門江子催 行天宮等捷運各站 查獲5148枚劣質硬幣 經過中央造幣廠長達半年經驗 還發現其中有33枚是偽造硬幣 捷運被騙了1650塊錢 蔡信兄弟兩不僅詐欺還涉嫌 偽造貨幣最佳一等 蔡信男子被逮時身上還被查扣 98枚50元硬幣 堪稱行走的金庫 這下讓加值機吃下劣幣 洗錢泛行曝光 兄弟兩也要吃上行責 記者林靜如維新北報導 成員